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台北软角散步小吃喜剧闲聊 一直聊天台 现在时间是2021年5月9号礼拜天的晚上 9点多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Podcast 因为我现在在我们的地下室 公司地下室 空气稍微没那么流通 所以我就速录一波 快点的把这个 我的例行公事啊 给录一波回来了 好不好 不知道这一拜 各位亲朋好友 相亲父老 哥哥弟弟妹妹阿姨沈森伯伯 各位该死的小王八蛋吧 大家这一拜过了怎样 妈的嘞 还活着是不是 这些 不然从他想要的人们 我不知道这种入骂式的开场到底可以 到底是不是件好事啊 我总觉得我一直在累积非常不好的夜报 你知道我总觉得我每次都在那边 随意的入骂别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样子但是 但是 他好像蛮喜欢的哈 你们这群 该死的little little one little one 我拿到这个表演的时候 好像是上个礼拜 那个制作人李安才跟我讲的还是怎样 我要确认一下我刚忘记看了 就是他对他一周前啊 这是什么时候讲的 我的天啊 4月28号跟我说要做这个表演然后 昨天5月8号 来开始演然后有10天的时间你知道所以我个人没办法 我个人没做什么准备你知道讲一些那种 他的企划就是这样就是 你要讲个段子但是那个段子主题是要关于黄色消化但是你又不能讲黄色的字因为旁边会有人 那种裁判把关你知道这个这个 这个企划叫做现在不准色 没塞耶罗啦感知 You cannot yellow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然后我也没参加过这种东西说我那时候李安 那个制作人就跟我说没差你就写一些黄色消化什么的应该没什么不会有太多人来看吧 结果 昨天好像 也是有个100多观众你知道吗我也是 感到蛮惊讶的因为我个人 我个人没遇到因为李安那时候跟我说这个大概四五十人差不多我想说四五十人那还好应该人不多在那边写一些阿里布达那种 那些阿里布达奇怪的那种 什么 什么路上看到 有个很大的碗公奶啊一个女孩子有很大的碗公奶啊然后我走过去跟她说小姐你怎么可以用碗公喝牛奶之类这种 无聊透顶的那种 笑话你知道小姐 网公奶这么大搞什么东西呀 喝奶用玻璃杯嘛是不是 妈的咧用网公奶喝奶那么大杯想要大家都跑过来喝你的奶是不是啊我讲这种阿里布达这种 就是你知道他要黄色又不能黄色吗就是写我写了一大堆这种 无聊透顶的东西你知道 那因为我想说这种东西很无聊不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我写这东西很无聊但是我也只有这种程度你知道因为我没有什么真的黄色 黄色的笑话黄色的段子 蛮意外我其实没有这种东西你知道我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其实黄色笑话好像只要我真的去想要讲的时候都会 被那些观众用头一样的眼光所以我都没有信心真的支撑我去写完一个完整的5分钟的黄色笑话的那种 那种段子你知道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 那种 琴色的那种梗你知道可以很像有些人可以整个5分钟10分钟15分钟半个小时都在讲那些老二 笑话这种我发现好像没有办法 那 对啊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去 宣传啦然后结果 不知道为什么 妈的就还是有一些好像是听众朋友吗这个哈克听众朋友跑过来 看 这个表演 那一开始想说应该没有很多人应该我没讲了什么可能很多人来看就看一看结果好像也有个 四五六七八个人 会觉得 在那个表演完的时候跑过来跟我那边拍照啊你知道他们跟我拍照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我那个脸色不太好看你知道不是因为我不想拍照是因为我觉得干我演这个秀我的表现实态是 妈的烂到爆炸你知道我到来演啥小然后你们来看这些东西你知道我是觉得心虚你知道那种感觉是 那种心虚感觉有点像是 就是你知道那种小时候 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 明天要大家背课文然后什么的 国文课大家背课文什么的明天大家准备 然后隔天 上课的时候进教室的时候才发现我居然没带国文课本希望老师今天不要点到我先拿个数学课本电档一下这样 遮着你知道吗 就整堂课都过了 顺风顺水没有人发现我没带这个课本旁边你帮我cover什么的 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念什么东西 那念那些什么 课文的时候我就跟着那边 我就跟着那边糊糊的讲嘛就是人家说什么 陈亮眼 灵表气涕 那我念什么初诗表话我就跟着那边 灵表气涕 反正你知道学生念课文的声音都很呼噜呼噜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们在念什么东西啊我每次听那些小学生 国中生念课文 我不知道这些小朋友我到底是经过了那种资源班还是什么你知道每个班 念课文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资源班 那种胡来胡来胡去的那种声音你知道我不是说资源班 有问题我不是说资源班念课文的声音有问题我只是说那个声音很像 我也听不出来他们到底是资优班还是资源班 或许现在是一个很平等教育的那个 社会你知道现在的那个教育资源很平等所以我们 他可能故意让我们听不出来他们到底是哪个班级在念那个课文让我们觉得这间学校是一个很那个很平等 很很很很很 很无差别的这个学校不会让你觉得资优就是很优秀资源班就是输人家 一小步什么没有 大家念课文听起来那个声音都像资源班反正你知道反正我讲那个心虚感就是好像我以前小时候 老师叫我们念课文我没带课本我就跟着大家那边胡胡念然后这样子 呼隆过去你知道呼隆过去就是半堂课到最后 已经下课要打中要中响的时候 结果他突然说那个林一丘站起来 你帮我念那个最后一段的这一句 是什么念出来 结果我在那边支支吾吾的 讲不出来旁边那个同学还跟我们打趴的是那个 是那个是那个那个 先帝有云杀小的 我也不知道出师表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先帝有云什么然后我就念不出来 然后老师说林一丘 站起来 是不是没带课本 搞什么东西啊然后结果那下课就被抓到 被抓包的那种感觉那种心虚的感觉你知道我以为我蒙混过去了 就到最后一刻被抓包啊 那种感觉就是我今天表演 我没有做准备然后我想说反正这个秀应该没有人会看吧 也没有我的听众会来看吧然后我在那边胡隆胡隆 随便胡隆几下想说诶好像撑过去就大家一群人冲上来说诶 我不是我们是来看你表演的然后想说 没带课本你知道吗那种小学生那种心情 我想说干什么怎么会有人来看这个秀 哎呀呀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表演这种东西 不管怎么做好像都没有 我这觉得表现没有很好你知道 讲讲那东西阿里布达我讲那什么吃韭菜 大家知道韭菜是起洋草吗所以你吃起洋草的时候有时候吃韭菜盒在路边吃韭菜盒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勃起这种东西然后讲这种阿里布达的东西也不是说像个段子什么的 我想说这种东西 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吧就大家来看这东西啊反正 也只能这样子 下次再多多的 自我检讨好不好就是 下次再努力一点真的那个表演那个演出时间实在太短 前置时间只有一个礼拜啦只有10天而已啊那我都是自己里面乱写好像全都是我自己乱写鬼东西 好吧大概是这样子而且其实还是蛮开心的就是 有些观众朋友 对我上礼拜好像在那边一直在那边靠腰说什么那个 我录影的地方我录音的地方很多蚊子一直在那边打一直在那边被蚊子咬所以就有一个男性观众朋友送我一个这个 防蚊液啊我觉得非常不错你知道什么 什么马鞭草的这个 柠檬马鞭草的这个防蚊液啊 好了反正好像你 什么花仙子你知道那时候他跟他说干你就让我得登格乐死一死就算了送我这种东西撞他俠啊是不是 不过还是蛮感谢这位朋友的啦好不好就是我觉得送这个就对了啦如果真的要送我东西送我这个东西就对了因为这个东西感觉就是妈的也不是说真的是很贵的东西我拿了也不会手软你知道像这种100块200块东西我拿到我就觉得 好像不会不好意思你知道但是如果你今天送我一个很贵的那个很资深的那个铁粉王阿姨要送我吃蛋糕我就说干阿姨我 这么贵你不要买浪费钱我的妈我拿了蛋糕我要怎么回报你啊是不是 我不可能我不可能跟你VIP那个笑话秀嘛是不是我讲什么东西不可能嘛是不是送这个 送我吃蛋糕我 我糖尿病啊我 吃不下去啊真的是拿人的手朗还是会拍谁啦所以说送这种 100块50块的东西我就觉得 好像是以前朋友在那边请我吃顿饭你知道那我就觉得OK我这脸皮有点薄你知道 有时候如果朋友请我吃东西的话如果是很熟朋友说他随便啊反正便宜嘛但是如果今天我很熟朋友突然说要请我自己500块 1000块的东西我就觉得啊不要啦浪费钱妈的我们去吃路边的牛排150你请我吃你帮我付100我就很爽了是不是 太贵东西真的不要了好不好 还是很感激啊但是大家 不要不要那个 那我敢要拍谁好不好 就是这样的我的脸皮其实蛮 蛮薄的你知道吗我不是很喜欢 拿人家的那种你知道拿人手软你知道吗我我身我已经很 我这个人已经很软烂了我还要在那边手软我真的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硬的你知道全身上下没有一个细胞没有一个分子是可以硬的起来全身就要连骨头是软的 懒骨头 我真的是很悲哀你知道所以说还是觉得 对啊大概是这样子 好大概这一拜我那个表演的事情大概怎样又真的觉得我好像表现得普普通通你知道我真的觉得一般来讲好的表演 其实这种讲笑话这种表演其实他真的就是 他的计算的那个标准是看你那个笑声 那种让大家笑的次数 但是我觉得我昨天 可能有稍微让大家觉得这个人有趣但是总觉得好像没有让这个整个场子 整个热起来你知道没有让整个 厂子轰然笑那种感觉就觉得 啊真的是啊然后没有很 没有很让大家只为票价啊有时候觉得好像 就是有一个好的表演至少头尾一个大笑你知道那才觉得OK那这我我勉强内心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勉强及格的表演那如果好像我 如果只有让大家就是比较开心一次啊我丢一个哏大家觉得这个哏好笑轰了一声那你后面就没了就觉得啊有点后继无力那种 就觉得好像不太行啊大家花那个钱看这个秀要撑着这个 撑着这个防疫的这个 风险嘛是不是一群人100个人挤在小小的地下室里虽然说大家都有戴口罩但是还是觉得哎呀这个大家帽子这个生命危险来看这种 看我讲这些无连无微博的东西真的是啊哎呦真的是要检讨一下 对啊 好吧大概是这个东西其实我最近看一些表演其实是蛮有感想的啦因为其实 因为你礼拜礼拜礼拜昨天表演嘛所以我其实礼拜二还是有稍微来 讲一下open mind然后礼拜五稍微去看一下 Jim主持那个也是open mind 礼拜二是雪人主持的 那Jim主持那场其实讲实在话真的蛮多 那那个那天真的是 那个你看是卡斯非常的坚强啦什么名人都来什么赫龙 台咖 Cait 急 有谁呀 呃 呱姬隆隆 國一豪 最好 爆 Pis 那個陣容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到那個陣容覺得哇幹今天的觀眾看得太爽了吧 這個這種這麼這麼屌的陣容 然後那時候在那邊看我們因為其實你知道 這些人其實都算是有些名氣的人嘛 然後我就跟幾個 一些默默無名的寫手或者是我們這種 比較 3456線的這種 算什麼 也不算是 算不上B咖可能算得上D咖那種 阿里不達的那種 講笑話的插花仔我們在後台我在那邊音控嘛 我們知道我們 我們這些音控的人沒有上去講笑話就喜歡在下面那邊打嘴砲上面講笑話我們在下面 寫笑話是不是 我們就在那邊 說什麼 好像有一個人上台忘記是哪個名人了反正就是也很算是有名的那種 表演者啦上台啊 他就跟我然後他上台那觀眾就抱以熱烈的那個歡呼聲 然後旁邊的那個 寫手就跟我說哇你看名人真好 就是上台什麼什麼事都不用做就 就很受大家那個討喜 其實你知道一般表演者如果你是默默無名的你上台 你第一件事就是讓大家喜歡你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講很精妙的東西讓大家第一秒覺得 這個人好像值得一聽什麼那種感覺 但如果今天表演的人是一個沒有名的人好了我們就是說他就是名人嘛對不對 所以 不管他講什麼東西基本上大家都是會對這個人 蠻有興趣的蠻有興趣的 然後他就這邊說什麼你看名人真好啊 這樣子 反正 做什麼都可以啊是不是 然後我就說啊對啊你看反正他人家就名人嘛當然做什麼都可以啊是不是 就是然後後來那個人講笑話好像 講一講 然後我就跟他說哎你看他的褲子好像有點緊 什麼的然後他說啊 反正人家名人嘛褲子有點緊又怎麼樣是不是 然後講一講他說你看他今天怎麼沒抓頭髮我記得今天看他YouTube上面表演的時候都會抓頭髮 然後他說反正人家名人嘛不抓頭髮有什麼關係反正就是那種無聊那種爛梗你知道不知道要穿他小 很廢啦真的是那個畫面用側拍的那個 畫面來看幾個很魯的那邊講笑話人在那邊 人家明明就是很屌的人不知道付出多少努力才站在那個台上然後我們幾個廢物在後面那邊 你看人家名人嘛講話笑好笑 為什麼他笑話會中啊人家名人嘛 為什麼他創業會成功啊他名人嘛你知道 為什麼他 為什麼他會得癌症啊人家名人嘛 為什麼他走路會被車轉啊人家名人嘛 很無聊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講這些東西 很滷但是那時候我們後在那邊後台那邊講都覺得很好笑你知道 這是我這輩子做過最滷舌你知道講我就在想我到底 坐在這邊控制音樂然後在那邊講這種無聊東西到底在創小 你知道我到底在幹嘛啊我為什麼不去好好找一份 正職的工作好好的認真賺錢然後 養家生小孩 讓我爸媽去抱孫子什麼之類 我爸今天還在那邊跟我靠腰說什麼你怎麼還不快你結婚 你再不結婚我要找一個黑黑的那個813 女孩把他買回來台灣叫你媽娶她你知道我說幹不要鬧好不好 去哪裡升他的簽證啊是不是這個麻煩的要命啊 開什麼玩笑這不行嘛是不是 所以我在想我到底31歲坐在那邊然後跟人家講這種東西到底在創小 不知道 不過我真的覺得其實講拓秀真的是有一些必要的條件存在 技術當然很重要就你的實力你講笑話實力就是這個蠻重要這應該是最重要的點 再來就是熱誠你要有熱誠去做這件事情 好其實講實在話熱誠應該也是最重要你要先有熱誠 然後你要有實力最後你就有名氣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相輔相成那你如果只有實力跟熱誠的話 你賣票沒有人屌你 其實你也很難靠這種東西生存 很難看很難靠這種 準講笑話的東西生存但是如果你 只有名氣 然後 只有實力 名氣跟實力沒有熱誠的話你可能也 支撐不了多久你可能把它當撈錢的東西嘛是不是 所以說這三個東西三者皆備的所以我們那時候有時候 看一看就覺得 真的是 我覺得我自己的那種我自己的那個實力 我自己的能力好像也不是說特別好有時候覺得 我看其他人表演的那種一般的表演者會覺得其實他們也蠻好笑的 你知道我有時候看那些一般的那種脫口秀表演者 就是比較心境的人會覺得其實大家都蠻好笑 大家實力都沒有落差到哪裡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那種熱誠真的是他們可以 兩三個小時前就來那種 脫口秀場地那邊排隊然後 就 整個下午就花在那個地方 而且表演完之後還可以一直問大家那個意見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是很了不起 有實力又有熱誠 人真的很多 那我說覺得我自己真的是三者皆無你知道又沒有實力 熱誠也快要沒有然後也沒有 名氣然後不知道在那邊創他小 不過 這大概是人生的一個過程嗎是不是 對我是覺得 看各位先 享受美式的表演啦 給大家一個很雞湯的一個 一個反饋好不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講那麼多表演東西啊 我只覺得真的是有時候真的是表演的時候覺得我自己的表演能力 真是不是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去提升他你知道 然後又覺得 你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做一個沒有回饋的事情 你也賺不到錢 真的是很難 很 真的是很痛苦 你知道真的是 如果一件事情一般來講 比如說你今天真的是開一個店好了 你很喜歡一個商品 你想要賣一個商品 但是這個商品就是沒有人買 你要繼續去賣這個東西嗎 就覺得很 吊詭 這種思維就很奇妙 你要真的要把你的表演當作一個商品來賣 因為其實講實在話 真正的脫口秀表演者到最後 也是要把自己商品化 因為他只是這個藝人 你知道他是一個有形象有包裝 有特色有風格的一個人 那你要把一個人商品化形象化他就要有賣點 對不對 但是你單純有熱忱跟你有實力 你很 很難有一個 有一個賣點的那種東西出來 所以說 當你 其實還在努力還在掙扎的時候 其實很多 表演者都是一樣 就是沒有到那個名 其實大家看到有名的人 大概真的是 就是那幾個人 對不對 那其實中間很多人都在掙扎 可能是因為大家都沒有把自己的表演 PO上網 所以 大家看不到 但是其實也很多 像你去看08 很多人都蠻好笑的 他們都把影片PO上網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好像都沒有到 真的像現在一線的人那麼強的那種程度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你看你去表演其實你根本賺不到什麼錢 一個月兩三 如果你一個月運氣好 兩檔表演已經很多了 大概賺個 一萬塊上下差不多吧 一萬塊能幹嘛 講實在我房租就9000塊 你要花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有時候看那些 真的做上去的人 你要真的佩服他們 真的是他們真的是 有花不少心力去 去努力才有辦法 做這種程度 所以說嘛 他們為什麼可以 做這種程度都可以賺錢 總歸一句就是 因為人家是名人嘛是不是 對啊 還是要努力啦 我實際有跟 Jim 討論過這個東西 因為 Jim 最近 他搬到那個林森北附近 我沒事就去跟他抬槓一下什麼的 所以他其實也跟我說 其實你要看國外很多表演者 他們也是 就是 就是 在 那種 美國那種酒吧那種表演 然後陳福很久 像什麼 Bill Burr 早期 那個陳福了十幾年來 最後才有一個 HBO的那種秀 他才衝上了那種比較前面的位置 還變得比較 可以售票可以靠這個東西賺錢 不然他原本也是打工 打工慢慢做的這樣子 就是 他原本好像是那種倉儲工人 你知道 倉儲工人 在那種倉儲工人 白天是當倉儲工人然後晚上去脫口就 酒吧講笑話 這樣子 你要想 這個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因為你知道做這種工作到底有誰一般上班完沒事你還會想要去 講笑話講笑話如果不好笑話 上面就你在台上冷場全部盯著你看 那種尷尬的感覺 你真的會想說到底 你又花了兩個小時排隊為了講五分鐘的笑話 你真的覺得 這個時間 為什麼不回來家裡好好的那個睡覺或是吃個東西 看了一片打電動之類的還比較開心一點 你那邊講這個無聊的笑話沒有人屌你到底在幹嘛 然後你知道這種狀態你可能要維持十幾年 才看你有沒有機會 就會 變成是一個稍微逼他的那種脫口秀表演者 然後就開始做跟做一些那種巡迴表演者然後在聚在酒吧裡面講笑話美國其實很多這種人 台灣這種文化其實才剛開始 真的是要做到那種程度其實也不容易 所以說還是要還是在思考啦 我還是在思考這個東西到底是我的能力值到底在哪裡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跟大家分享 一些無聊的東西 你是說一點 內心的掙扎 我其實 還是覺得 就是 不知道怎麼講 內心很複雜 有時候覺得表演的感覺不錯 突然是有時候坐在後台覺得我到底在幹嘛為什麼不去好好做一些正當的事業來做 為什麼我不像我朋友一樣 就是 好好的做一些 正當的事情 是不是 我也不是說我現在做事有多不正當 就是啊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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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繼續先這樣子吧 對不對 對不對 啊 好像講了一些又很讓人家覺得很 抑鬱的東西 那我只是我也沒有抑鬱啊 我只是自己 稍微分析一下這個狀況 那還是繼續講一下我這個最近的狀態 上禮拜講了一些什麼 就是 我建議大家少用沐浴乳 洗髮精 洗面乳 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這禮拜直接開始付諸行動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這禮拜只用肥皂洗全身了 然後 反正你們可能看不出來你聽我聲音可能聽不出來反正我現在 我感覺不出什麼差別我老是跟你講 所以你肥皂不能用那種太乾澀的那種 有些那種什麼 多酚的那種肥皂我不是很喜歡多酚多酚的肥皂不知道什麼你知道有些肥皂洗完身上會 有種殘留的感覺那種 滑滑油油的那種 但那個油又不是 又不是 你身上的油 好像是他裡面不知道加什麼化學藥劑的那種 咻咻的那種 那種感覺你知道 好像你的手上沾到小 然後洗沒有洗乾淨那種滑滑的感覺 女生如果不知道的話你可以自己去體驗 想辦法體驗一下 反正是那種滑滑的感覺 我不是很喜歡那種感覺你知道 所以我還是會挑一下我用的肥皂 那種的材質啊 所以我現在最近去買那個理人的那種塑造你知道還沒開始用我現在還是用那個什麼 牛乳的那個什麼 一個日本的牛乳的那個那個香皂還是有點太香了 所以說我還是稍微還在實驗啦對 但是 你知道我後來去研究一下其實人真的不需要這麼長的 洗澡 抹肥皂 其實人 其實我現在講好像你很沒有說服力 因為我看起來不是一個很像 那個什麼 公衛生系的那種什麼人 或者是我是什麼 很 很懂得這一類東西的人 或者是 我也不是什麼 在什麼 PNG 寶橋 上班 或者是 聯合利華 這種公司上班的人 那我看起來也不絕對 也不像是會給你很良好衛生建議的一個人 但是我後來去看一些皮膚科那種醫生的那個那個建議 其實他沒有說你們可以自己去查皮膚科醫生其實 當然是沒有收錢啊他不能去收一些什麼 奇怪公司的那種化妝品或是沐浴乳公司的錢嗎那當然他們都會 為這些產品背書吧其實這也不是新聞 很多醫生都會為一些藥品背書啊他們都是那些都是那些廠商花錢買來的 其實皮膚科醫生有說其實人不太需要真的那麼長期的一直去洗你的身體什麼的 就是用肥皂去洗你的身體如果你今天沒有運動沒有流什麼汗的話 其實用水沖一沖 你的那個身上其實汗水也是用 汗這種東西也是用 水啊就可以沖得乾淨的東西你知道什麼塵啊汗啊這東西就是用水沖一沖 然後 我剛才講真的還假的水就可以沖乾淨了嗎結果那個醫生就說你要想以前的動物喔 動物從來都沒有在用他媽肥皂你有看過你今天去 動物園 動物園可能不一樣動物園可能有人幫他們洗澡 但講實在話 我他媽看 Discovery的時候我還真沒有看到有一天 一群大象在洗澡在那邊用鼻子在噴水的時候突然 有一隻 他們在那邊洗得不予樂乎然後在泥巴裡面打滾的時候突然有一隻 大象媽媽 頭上還帶著花圈衝進來說你們這樣洗不乾淨啦 然後拿出用鼻子捲著一塊 超大型的 多酸 多酸 水漾 嫩白 香皂 然後說用這個洗才洗得乾淨啦 然後他們就開始用鼻子 搓那個泡泡水然後邊搓然後邊 還被那個泡泡水嗆到然後邊 洗他們的身體 洗他們那些肥 肥滋滋亞洲象的身體 沒有嘛 他們只是洗得很乾淨 他們用水也是洗得很乾淨 你看那些 什麼水牛啊 那種 其實很多國家都水牛印度水牛啊 或什麼的他們其實都是 直接泡在水裡面泡一泡站起來 然後太陽曬一曬就乾了大不了在地上滾一滾嘛對不對 好像就可以很乾淨他們看起來毛色比我們路上台北上街頭那些人 那個頭髮還油亮啊我跟你講他們才沒有那麼膜 那些髮膠 沐浴 髮油這些東西他們就是 用自己身上的那些不知道有的沒有的那種奇怪的東西就可以 弄得很乾淨的什麼的 當然這是那些皮膚科醫師講的所以他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人的那個肌膚都過度清潔 我後來 真的是 大概兩天用一次肥皂 其他天我都用那個清水洗澡 但是我跟你講我用肥皂洗的時候真的會洗完覺得身體其實比較乾你知道嗎 就是身體會一塊一塊紅紅的那種 那叫什麼 紅斑還是什麼小的那種 恩 就是有點乾燥那種色 這是一塊一塊的我不知道那個什麼我以前一直以為我是因為 就是熱水洗太燙了才有這個東西但是我後來發現 如果我那天沒抹肥皂我直接用水沖的話 那個熱水不管洗多燙好像身上都不會有紅斑你知道 但是 我只要稍微用溫液甜水然後用肥皂洗 我去發現 媽的過度清潔你知道嗎我真的覺得我應該像那個那個 非洲草原那個水牛一樣用水沖一沖就好 不過我還在實驗 我還在實驗我不知道真的還假的但是我真的覺得好像 好像有些事情不是我們想的這樣那麼簡單 我跟你講好像不是真的是 阿媽看那些烏弄的那種廣告像我用那個肥皂 然後他的那個洗面乳洗臉我臉就比較不油 我跟你講好像沒差耶我用肥皂洗臉臉一樣是 差不多那種感覺我感覺不出什麼差別 對啊 我還在 做測試啊說不定再過一個月 有人跟我說幹你上怎麼聞起來有油名味道那我跟你說那我就開始用肥皂沐浴 洗髮精洗澡但是目前為止 好像還好 所以我大概繼續堅持吧只用一個肥皂來洗我的身體 我甚至還有看到有人是完全不用肥皂在那邊洗那個身體好像有一個 一個 我那是看那個 一個國外的學者 然後他說他從來不用 洗髮精 他只用清水洗頭 他叫什麼 Dr 什麼 Antoine King 傻小的 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Antoine Antoine 之類的 然後想說 這個 教授也太強了吧 只用清水洗頭 哇塞 然後他說他已經這樣大概20年了 沒事 皮膚光澤亮麗 你知道嗎 毛髮一樣的秀麗什麼的 然後想說他不可思議然後去點他的照片 幹那個人是禿頭啊他沒有頭髮難怪他不用洗髮精我想說靠北你他媽死騙子 所以我其實還在還在看還在看 還是做一些研究最近在做一些那種身體上的研究你知道 就最近也發現一件事情也蠻有趣的就是 最近前幾天在看一些關於養雞的那種雞蛋的那些 故事你知道嗎 後來發現 我記得那天吃那個什麼 我記得那天我去買那個什麼東東啊 我今天去買一個家樂福的那個 去買家樂福買一盒雞蛋就看到他們現在家樂福 他們有那種 那家樂福超市你知道他們頂好被他們買走 所以他們現在全都變家樂福的樣子 他們有那種什麼人道雞蛋什麼小的那種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我想說人道雞蛋是差小的 看不就是雞跟蛋 就是生那個雞 我以前一直以為 人道雞蛋就是那些雞的那個飼料是餵的比較好 他說什麼葉黃素雞蛋嗎 有些雞蛋可以賣到爆幹貴 你知道一盒90塊 然後有些雞蛋爆幹便宜一盒46塊 那個差一倍的價格 我就想說 什麼東西阿里布達的 那我後來去看他人道雞蛋什麼的 他一盒賣到100多塊 我想說這到底是差小 到底什麼蛋可以賣他媽這麼貴 結果回去上網還是買了那個46塊 51塊的那種超便宜的那種 什麼冠軍白蛋 什麼 席選雞蛋 差小 那我買回去的時候 我就開始研究 蛋這個東西到底什麼問題 我後來發現其實 我們其實現在吃的那種蛋啊 都是那種什麼 籠子雞養的那種蛋 你知道現在好像有那種新的那種蛋 是那種什麼平式還是什麼就比較放養型的那種雞蛋 那我也不是 這我也不是很在乎動物福祉的人 因為我吃肉嘛 是不是我也沒有在屌 他們到底怎麼樣 你知道這是一個肉弱強食 肉弱 弱肉強食的世界 對不對 所以我有時候也覺得啊 反正動物就是 就你知道就算你看過那些什麼 那種活體豬 黑毛豬 或者是那種牛羊雞 那些養殖的畫面 你覺得好可憐喔 然後一邊吃你的炸雞 一邊吃你的胖老爹 你覺得隨便了 但我快發現 其實你知道那種養殖 養殖場的那種雞蛋 就是那種 我們一般的蛋都是那種很平衡 蛋都是那種一籠一籠雞 那種籠子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那種菜市場看過 那種籠子雞 養的那種 那種蛋 他們就是大概一個籠子裡面會塞 三隻雞啊 塞在裡面 然後他們一輩子就在裡面不停在為你生蛋 然後灌一些有的沒飼料什麼小的 就是為他們吃這些東東 然後他就是一個鏟蛋機器 直到他老死為止 他老死的時候就被送去當作百斬雞 鹽水雞啊 鹽水雞之類 這是他的那個一生的雞的那個人生 你知道就是這樣子 那我以前覺得 你就比較衰嘛 你要我怎麼辦 那我後來去研究 你知道公司有些紀錄片 其實我也不是說真的很人道什麼 但是我後來發現其實 像那種籠子雞養的蛋 其實在歐洲已經禁止 因為 第一個他們覺得很不人道 你也知道歐洲人整天在那邊 住一些什麼動物福祉 然後一邊講這些東西然後一邊吃他們的那個 普羅旺斯 養小排之類的東西 但是呢我後來發現其實那種籠子雞養的蛋 他們會加很多那種什麼 抗生素嗎 還是一些 反正他的添加物好像會比那種 一般那種什麼放羊或平視的那種雞啊 會加一些更多東西 因為他們其實都被關在比較小的那種空間裡面 所以他們那個雞下出來的蛋如果他們不餵一些東西的話 那個生出來的蛋可能會很雞形或特別小顆什麼 所以他們在飼料加一些料 所以說之前前一陣子還有什麼 捕 捕什麼分的一個那種 毒的那種蛋的東西啊 在那種彰化還是什麼 因為彰化是那種養雞的那個大 大症吧那個重症 所以好像那邊有驗出一些什麼 忘記那個東西要捕什麼 反正是一個很毒的 好像有毒啊對身體有害的那種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學乾淨娘 媽我在吃這些蛋我已經吃了四五年了 我都在吃我都買最便宜的蛋你知道嗎 因為我真的是太窮了 所以有時候我一天吃兩顆蛋 我這邊吃這些便宜的爛蛋 我想說 我以前也不知道這種蛋可以落差到這麼大你知道 因為我以前雖然有工作有錢的時候 我大概也是買一盒八十七十塊的蛋 我就覺得哇這個蛋很高級 什麼葉黃素的蛋是不是 但其實那些蛋 添加物還是超多的 所以說我現在那邊看那個 那種什麼 現在蛋有分什麼平式放牧跟什麼龍子養那種蛋 我也不知道到底差別在哪裡 但是我開始覺得乾他媽 我是不是應該為了我自己身體健康多吃一些 這種什麼比較 比較放陽性 然後讓那些雞比較活動空間的那種蛋你知道嗎 雖然說我這樣講好像是他媽的那種什麼那種動保人士 但是我真的 我其實 我其實真的覺得 乾他如果那些東西那些動物 吃一堆有的沒的添加物然後我再吃到我身體裡 乾那我他媽 我他媽也沒有錢我如果真的生病的話我也沒有錢請個非 請個外籍看護 照顧我你知道嗎我哪來這個錢 然後所以我在想到底怎麼辦你知道窮人是沒有生 沒有生病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資格的也不是說窮人是你知道現在人只要生病那個成本代價是很高你知道有時候看這些 有時候沒事去醫院 之前無聊的時候 我去醫院 講得好像我很閒我是什麼人啊 我其實以前 住內湖的時候因為我們家三種旁邊然後有時候我會走到三種 旁邊那個公車站牌等公車那有時候我就會 進到直接走到三種裡面那個連通道比較快然後有時候去裡面的那個Seven 買一些東西吃 然後其實講實話有時候看到那些台那些病床上的那些老人我就覺得乾這些老人不如給他發那個 安樂死藥劑打他脖子然後死一死算了他都已經沒有知覺然後被人家翻來弄去活得沒尊嚴然後我就在看那些雞 那些打一堆藥那些爛雞那些母雞那邊吃這些有的沒的那種 不知道殺小那種藥品 然後三隻雞擠在一個小小的籠子裡面然後生出來那個蛋爛得要死 然後都吃到我的肚子裡 我就覺得乾 我到底在吃殺小 我真的覺得其實你知道有時候真的覺得乾吃東西真的是很矛盾因為你知道你 我覺得我也到了這個年紀了我已經開始講話真的越來越像老頭子了我開始真的覺得我真的要必須要 注意我到底吃什麼東西到了 到我身體裡你知道因為其實講實在話外食 其實我開始最近自己開始學煮一些東西之後我開始發現外食用的食材真的是爛到爆炸 他不會管你這個蛋到底是用什麼 什麼飼料或是什麼小的那種東西 他那個雞胸肉他肯定是灌滿了生長激素啦 塞爆我跟你講 那個雞排越鬆軟越肥大 大家愛死了好大的雞排 看我這樣會不會告 豪雞巴大雞排 我自創的品牌豪雞巴大雞排 哇生長激素打爆 那個雞排我把它敲到那個已經是原本是生長激素 你們知道生長激素的雞打出來那個雞就是很膨起來你知道 就很肥的很膨的雞這樣子 那種雞那種好大超雞巴大雞排他們 其實你知道雞排他們 為什麼會把那個肉在那邊打鬆你知道嗎 一直敲那個肉他把那個一片雞排原本扁扁的 敲到爆幹大片的 然後整個下去炸 拿出來就覺得 哇乾這個雞排比我臉還大 真的是超他媽好大雞巴毛牌什麼的 媽那種雞排一變才65塊 而且65塊你都覺得貴對不對 我跟你講一片65塊雞排 裡面他媽的那個生長激素抗生素絕對是他媽塞爆 我跟你講那種什麼 什麼成長激素塞爆 為什麼現在小朋友 一個一個的發育比一個好 今天看到那國中生 看吃國中生長的怎麼跟高中生一樣長得太高了吧 那個身材也太發育也太好了 我沒有那個意圖 但是我只是在觀察 我覺得他們一定吃超多 這種豪大爆幹大雞排 你知道現在小孩為什麼發育還好 我在想是不是這個原因你知道嗎 也有可能是營養大家營養比較好啦 但是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今天才吃我們家那個我媽煮那個放山雞的那個 整個雞湯啊 然後我發現 不知道為什麼放山雞的這個雞 就是感覺就比較瘦你知道嗎 感覺那個肉就比較緊然後 就是吃起來味道就跟一般那種鬆鬆的那種雞不太一樣 然後我一開始吃放山雞的雞 我覺得雞怎麼有點硬硬的 吃起來 好像跟一般的雞不太一樣 我平常都吃些很鬆你知道很軟那種 咬下去直接那個那個肉直接 直接 像一個 那個 衛生紙 那個 化掉那個纖維幾乎是沒有那種雞 所以我平常吃那種爛雞 你知道 那種生長基礎打爆的那種爛雞 我吃那些雞我就覺得 這是什麼放山雞 沒有一點雞的味道 也沒有那個 那個肉在那邊被我嘴巴撕爛那種感覺 後來發現原來這才是正常的雞啊 原來一般的雞以前的雞 原來他媽的黑暗時代 文藝復興的時候那些人吃的雞 就是這些雞啊我在想 其實文藝復興的人可能也沒辦法吃雞 文藝復興的貴族吃的雞大概就是這種味道吧 我在想放山雞的味道 不過我是覺得不知道 這種東西很矛盾你知道嗎 有時候就想要為自己身體好 不要吃這種太多這種添加物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 你看他那種超大那麼香雞排就覺得好像偶爾吃一下好像不錯 但是你知道 我他媽都已經31歲 我開始覺得我身體機能 雖然說目前還不錯 但是感覺 他不會再更好的你知道他會一路往下呢 我現在眼睛都非紋正了我到底要怎樣 不知道 開始真的越來越像個老頭子 在那邊注重這些 我有沒有東西 反正我推薦大家去研究一下那個雞蛋的那個製造流程 我覺得好像 反正佳樂福好像開始注重那邊 他是 法商吧 所以他們 歐洲好像已經有 立法禁止 那種四龍雞 那種籠子裡面養那種雞 那種籠子好像什麼 巴特利龍吧 我後來去研究 我後來一整天的時間都在研究這些東西 我都不知道我人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 現在好像開始在推廣那種什麼平式的雞啦 或者什麼放山雞 但是那個雞的蛋真的是貴到爆炸 真的是貴到爆炸 Double的價格 有時候覺得 買一顆蛋比外面的茶葉蛋還要貴 那我幹嘛不直接去吃茶葉蛋就好了 所以 不知道 還在斟酌 但是我就是覺得下次可能買一些這種雞 這種 這種怎麼比較健康的雞蛋來吃吃看吧 看到了會不會有差別 如果沒有的話 幹 還是去吃那個 打一堆媽的 有了沒生長技術的蛋好了 對啊我開始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 我開始覺得幹 外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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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東西到底都平常都加什麼東西在裡面 因為 講實話一份一份炒飯如果真的只有七八十塊的話他用那個肉到底是哪來的肉我在想 他用了蛋又是哪一種蛋 真的是很有趣這個問題 食安的問題 不過大家可能不care 好反正 幹我其實還有一些東西要講 可是我今天好像前面那邊喇東喇西的 不知道講了什麼東西去了 哎呀呀 真的是 啊 最後還是跟大家講一下我最近在吃什麼 就最近開始減少吃那個吃肉的習慣 開始多吃一些魚啊 蛋啊 這種東西我開始學習老人家飲食性 我開始發現為什麼他媽那些自助餐那些老頭子 都不吃這些雞 都不吃他媽的肉 不吃什麼公保雞丁排骨控肉 雞排為什麼都不吃他們都只是清蒸魚 煎的那種清魚那種東西 為什麼到底為什麼 後來發現啊對啦因為這些 那種魚啊這種 蛋啊這東西好消化很多然後開始發現 我吃肉的話我那個消化雞腦好像應該跟不上了你知道 開始發現我到底是幾歲啊這個人 假如說吃完一個肉我就覺得 只要你吃完一片那種 香烤雞排可能身體就 有點半癱瘓那種感覺 就開始 研究 吃這些東西 我前幾天上禮拜 其實就昨天啦 昨天表演完的時候就開始想說啊 表演肚子有點餓 去找點東西吃 因為想說去吃Sukia 啊算了Sukia都是肉 都是牛肉 咖哩也普普通通 所以我後來就騎到那個倉疾街啊 去吃那個什麼倉疾街 紅燒鰻魚啊 好像是某個 好像是算那邊的名店嘛 因為他開到半夜你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好去吃吃看然後就騎過去吃 其實還不錯你知道 那個 米粉一盤才25塊雖然說他米粉有點甜 不知道他怎麼做 裡面加黑糖還是冰糖下去煮 那個米粉 甜不辣雞 南部口味是不是 還是怎樣 後來他他裡面主要是賣那個紅燒鰻魚 湯啊 然後他那個湯好像有點加那種中藥湯底那種東東 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去問他們 我還想說看他們吃那個 裡面一堆老頭子都在吃那個鰻魚湯你知道 沒看到什麼年輕人 幾乎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 中年然後甚至到七八十歲的老頭子 不然就那種 醞醬 大哥啊 見這司機 下班沒事了跑過來 吃一碗紅燒鰻魚湯 然後再回去這樣子 然後就看那些老頭子邊邊吃邊吐那個 鰻魚刺啊 在那邊 稀稀吐吐的那邊吃那些碗葉 我就看起來 麻煩的要死 吐那個鰻魚刺 所以我就 看那邊別的 我就點那個他們的魚卵 魚卵湯啊 因為想要喝湯 又想要吃 那個魚 魚卵就不用吐刺 就是點那個魚卵湯 配一個那個 米粉 米粉炒 炒一個米粉這樣子 就點完之後他跟我說 那個 魚卵要不要跟湯分開 我想 欸不錯魚卵跟湯分開 就是魚卵是乾的 然後湯這樣子 清湯可以喝 大家發現其實這樣加起來才105塊 一個魚卵 然後一個湯 然後跟一個米粉 米粉好像25塊 所以湯好像80塊吧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你知道湯裡面加了一堆高麗菜 可是那個講是他有點 可能是紅燒鰻的東西 他可能鰻魚已經煎過了 他在倒到那個 紅那個 中藥湯底裡面 所以他那個湯其實 燒起來有點油膩 如果那個湯應該冬天喝的話很好喝 但是 因為我昨天晚上 大概 9點10點去吃了 所以那個天氣也是有點微涼 所以吃起來覺得還OK 如果是青天這種 30幾度的這種正宗我去吃 我就覺得 我吐鹹 如果我點了鰻魚 一邊滴汗 一邊吃這個中藥湯 一邊吐那個鰻魚 鰻魚蠻嘴刺的 我會說 Kidula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不是說那個魚卵有點鹹鹹的 因為他可能也是有點稍微煎過還是炸過不知道怎麼弄的 但是其實 還蠻特別的 我很少吃到魚卵的 然後那邊的 好像還有那種小卷 那個好像是 涼拌小卷 我看到有一下背後來進來那邊指點小卷 然後跟米粉那邊吃 我覺得感覺吃蠻不錯的感覺可以配一個台皮那邊配 好像是一個蠻悠哉的一個晚上的宵夜那種感覺 蒼吉紅燒蠻 我吃一次覺得還不錯 下次再去吃 大家如果經過那一代的話可以去吃那個店 蒼吉的紅燒蠻 他開到半夜 雖然說他裡面那個阿上臉蠻臭的 但是我跟你講 阿上臉怎麼會不臭 他都已經活了不知道幾百年了 不知道看過幾個愛吃鰻魚 湯的人了對不對看到我這種雞八毛不會點的那種年輕小夥子 隨便然後他根本不叼我你知道我開始覺得 真的是服務越爛的店 反而是越優質的店你知道 那種小吃店你真的不要想要去吃什麼服務 真的是小吃店如果真的是 有那種什麼 有人那邊留一顆心 說什麼東西很好吃 服務爛到爆炸 我去想看這店已經神店 你知道一定是好吃到爆炸 因為你 因為他已經不用 他東西已經好吃到不用屌你 那個客人 那個到底 爽不爽 東西好吃 要吃就吃不吃拉倒快滾 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種店我最愛 我最喜歡當被當糞土一樣對待是不是 好了 大概是這禮拜的Podcast 大概是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這禮拜 這禮拜 其實我今天也是有點小累啦 對啊因為我今天也是從早就蠻早起來 然後剛剛今天是母親節 然後剛剛回家裡 陪爸媽吃飯 然後我媽 想說買個母親節蛋糕給我媽吃 那我講算了 我後來就買了兩個那個 紅豆的那個小酥餅 一個12塊的那個爛東西 我說反正你也不吃蛋糕嘛對不對 年紀又大 吃蛋糕糖尿病 買一顆吃不完 不就吃那種 小酥餅就算了 我都買綠豆還有紅豆小酥餅嗎 我媽邊靠杯還是邊把那個小酥餅也吃完了 所以說你看 這就是禮輕情義重啦 我跟各位講禮輕情義重啦 大概是這樣子 乾很窮欸不然怎麼辦 那大概是這禮拜的Podcast 我現在把這個東西上傳了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一週好不好 謝謝各位 下禮拜見 拜拜 跟每個人鼓掌聲 那邊很少